朋友们好,我们学习第九章职工薪酬 这一章近三年的考点 非货品福利的会计处理 二一年的考题设计 职工薪酬这一章一共有五节内容 第一节职工和职工薪酬的范围级分类 第二节短期薪酬的确认与计量 第三节离职后福利的确认与计量 第四节辞退福利的确认与计量 最后一节其他长期职工薪酬的确认与计量 第一节职工和职工薪酬的范围级分类 这一般大致的了解 第二节短期薪酬的确认与计量 涉及这么四个问题 货币性短期薪酬 贷薪缺勤 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还有非货币性福利 对于短期薪酬 它是按照受益对象 把应付职工薪酬 分配计入到有关的成本费用 这一点我们要注意 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货币性短期薪酬 按照受益对象 比如说与生产工人 有关的短期薪酬 都要计入生产成本 那与销售人员有关的短期薪酬 都要计入销售费用等 所以借方借记生产成本等 贷方贷应付职工薪酬 这里面 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 应当在实际发生之 根据实际发生额 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也是一样的 因为它是短期薪酬 按照受益对象 比如说有的可能计入成本了 你像与车间管理人员 相关的职工福利费 要计入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是构成产品成本内容 那与行政管理部门 有关人员的薪酬 那就包括福利费 计入管理费 第二个问题 贷心缺勤 贷心缺勤分为累积贷心缺勤 和非累积贷心缺勤两类 先看第一个问题 累积贷心缺勤 我们考试是 如果涉及累积贷心缺勤 基本上累积到下一年 不可能无限期的累积 那如果非累积的 那一年是一年的 你这一年不用就作废了 那累积贷心缺勤 我们当期如何对他确认和计量 比如说今年没有用的年修价 可以累积到下一年 那如果说下一年不用就作废 如果说年修价二十天 我们当年用了十五天 还有五天没用 那这五天没用 如果下一年要用的话 但是下一年他用 本年的贷心的年修价 他不提供服务 我们要付人钱 你付钱肯定呢 是由于我们本年提供的服务 所以要寄入当期的成本费用里面来 那在这种情况 当期如何确认和计量 如果说我们本年有五天的年修价没用 下一年都用 那这五天 我们相有的权利 成本费用肯定寄当期 那如果说我这五天没用 估计下一年还不用 那我本期没有确认计量 如果五天没用 下一年说用两天 那你只是对于这两天 相关的成本费用计当期 所以你看 怎么进行确认和计量 说增加其未来享有贷心权利 比如刚才谈到的五天 以累积未行使权利 没有行使的 比如这五天 预期支付几个计量 这五天预期要支付两天 好那两天我当期进入成本费用 我们看一个例题 甲公司共有200名职工 其中50名为总部管理人员 150名为直接生产工人 从20年1月1日起 该公司实行累积带薪休假制度 该制度规定 每名职工每年可享受五个工作日 带薪年休假 未使用的年休假只能向后截转一个日历年度 超过一年 未行使的权利作费 职工修年休假时 首先使用当年享受的权利 不足部分在从上年截转的带薪年休假余额中扣除 职工离开公司时 对未使用的累积带薪年休假无权获得现金支付 那反正过期作废了 20年12月31日 每个职工当年平均未使用带薪年休假为两天 那也就是说 20年底 未及未行使权利 两天平时两天 那根据过去的经验 并预计该经验将继续适用 甲公司预计 21年有150名职工将享受不超过五天的带薪年休假 那也就是说 这150名职工 当年有权利 下一年也不用 不用 我们就不存在着确认和计量的问题了 剩余50名总部管理人员 每人将平均享受六天的带薪年休假 但这六天也就是说 下一年有五天 用的是我们本年只有一天 这一天预期要支付 只是针对这50名总部管理人员 那该公司平均每名职工 每个工作日的工资是400块钱 要求计算甲公司2020年年末 因累计带薪缺勤 寄入管理费用的金额 那我们看 50名职工 150人刚才说了 不存在着确认计量的事情 因为他没有预期支付的事情 50名预期要付一天 那50乘以一 50名职工嘛 每人一天 工资是 每天是400 乘以400 两万 那把这两万是计入20年的 管理费用里面来 非累积带薪缺勤 一年是一年的 你本年比如说 有休假是20天 那你休20天 工资照付 你休10天 剩下的10天 付作费 所以这种情况 你就正常进行确认和计量 比如说 休假只要是少于20天 付的工资都是一样的 那企业应当在职工实际发生缺勤 的会计期间 确认与非累计带薪缺勤相关的职工薪酬 因为就是20天 人修10天 修20天 修5天 都一样 第三是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如果说 利润 超过多少了 超过部分 比如说按照 0.5% 给职工 这是一种情况 也有的情形是说 只要有利润 按照利润的一定比例 要给职工支付 那这就属于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第四是非货币性福利 非货币性福利呢 比如说 最典型的企业将自己生产的产品 发放给职工 这是非货币性福利 非货币性福利是应当按照 公允价值计量 而不是说按照它的成本 你公允价值要是不能可靠计量的 可以采用成本计量 那总体原则上是公允价值计量 这企业项职工提供的 非货币性福利应当分别情况处理 先看第一个 以资产产品或外购商品 发放给职工作为福利 第一个 以资产产品发放给职工作为福利的 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说决定发放非货币性福利时 因为它是短期薪酬 都是按照授亿对象 往成本费应力计 所以借记生产成本等 那代方应付职工薪酬 计入生产成本的 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数字 其实体现的应该是收入和增值率销 向税额合计 那收入是要确认体现的是工业 然后将自产产品实际发放时 再充减应付职工薪酬 我们代方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销项税额 确认收入的同时 截转移收商品成本 所以借记主营业务成本 代方代计库存商品 好我们看16年的考题 资料6 审计项目组在审计过程中 注意到以下情况 其中的第6个小项 A公司于毛五年度将一批资产产品 发放给管理人员作为员工福利 A公司按该批产品账面价值10万元 计入管理费用 我们计入管理费用的不能是账面价值 应该是公元价值 实际上考虑增值税的话 应该是属于售价增值税合计 而要求第一个 假定不考虑其他条件 指出A公司的会计处理 以及企业所得税的处理 是否存在不当之处 如果存在不当之处 提出恰当的处理意见 那第二判断是否涉及 递严所得税的核算 如果涉及指出应确认的是 递严所得税资产 还是递严所得税负债 我们看答案 说会计处理存在不当之处 那处理意见 将资产产品发放给管理人员 作为福利 应当按照产品供应价值 相关税费 相关税费主要的就说 是增值税项税额 寄入成本费用 不是按照账面价值 那我们确认收入 接赚移入账面成本 税上也是一样的 所以对于损印的影响相同 因此不涉及 递严所得税的计算 非货面福利 第二 以外购商品 发放给职工 作为福利 就是买进来的商品 作为非货面福利 发放给职工 本身的在企业 没有自己加工的行为 购入的时候 借机固存商品 带银行存款 那是否构建时 有增值税 进行税额抵扣 是情况而定 如果说我们买的商品 大部分呢 是往外卖的 可能拿出一小部分 给职工发放 你可以先作为 进行税额抵扣 之后给职工发放 这一部分 作为进行税额 转出处理 那你决定发放 非货面福利时 同样按照 授予对象 借机生产成本等 带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将外购商品 实际发放时 我们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库存商品 你这里不能确认 收入转成本 因为自己没有加工行为 如果是说 是自己生产的产品 作为非货面福利 发放给职工 那是要确认收入 减准以后 商品成本的 而这个不行 那还有 当时 购进商品时 作为进行税额抵扣了 商品发放给职工 不能作为进行税额抵扣 所以把原来抵扣的 那一部分 要做进行税额 转出处理 那如果说 我们购进的商品 明确的 就是发放给职工 不是对外出售 购进时 就没有 进行税额抵扣的事情 都应该 进入库存商品成本 你真正实际 发放时 就是借应付职工 乘购扣 带库存商品就完了 第二 将拥有的房屋等资产 无偿提供给职工使用 或租赁住房等资产 供职工无偿使用 那先说第一个 将企业拥有的房屋等资产 无偿提供给职工使用 根据受益对象处理 只要属于与职工相关的职工薪酬 我们都要通过应付职工薪酬来核算 那你比如说房屋 假如没给职工使用 我们企业的这种房屋提折旧 是借管理费用 带累计折旧就完了 但是既然给职工用了 提折旧是就要通过应付职工薪酬 科目核算 因此会借记管理费用等 带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再做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累计折旧的分路 第二将租赁住房等资产 共职工无偿使用 也是个按照收益对象 那我们借记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 只租金这一部分 之后再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其他应付款 还是要通过应付职工薪酬 科目来核算 第三 向职工提供企业支付了 补贴的商品或服务 那以提供包含补贴的商品方为例 比如说典型的 我们从市场上高价买的房子 以比较低的价格出售给职工 但是要求职工 在企业里提供一定的服务期限 那是属于这种情形 那我们把这个差价 应该反映到长期单单费用里面 然后再职工提供服务的期限 平均进行摊销 那摊销是进入相关的成本费用 具体来看 购入住房时 借固定资产 带银行存款 出售住房时 卖的价格低 借银行存款 固定资产充掉 带固定资产 那借房差额 进入长期待探费用 摊销长期待探费用的时候 因为是给职工的 所以还是要通过 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核算 借记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 之后借应付职工薪酬 代计长期待探费用 这样来处理 第二 如果出售住房的合同或协议中 未规定职工 在购得住房后 必须服务的年限 那企业应当将该项差额 直接进入出售住房 当期相关资产成本 或当期损益 比如说买的房子 给职工了 这个职工是劳模 为企业提供很多的利益 那给他了 我们公司承担这部分 直接记录当期成本 和当期损益 考试以外这种情形比较少 我们看一个例题 假公司为上市公司 内审部门在审核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 21年度财务报表时 对以下交易或事项的会计处理 提出质疑 那我们具体来看 20年12月20日 假公司与实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分别签订了商品房销售合同 合同约定 假公司将自行开发的十套房屋 以每套六百万元的优惠价格 销售给实名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自取得房屋所有权后 必须在假公司工作五年 如果在工作未满五年的情况下离职 需根据服务期限补交款项 21年6月25日 假公司收到实名高级管理人员 支付的款项六千万 然后说21年6月30号 假公司与实名高级管理人员 办理完毕上出房屋产权过户手续 那上出房屋成本每套是四百二十万 市场价格每套是八百万 如果把房子在市场上卖的话 每套八百万 那一共呢应该收到八千万 这十套房子 但是卖给职工了 只收了六千万 我们正常确认收入应该是八千 但是说卖给职工只收了六千万 不过要求职工 要在公司提供五年的服务 假公司对上述交易货 实际上的会计处理员 和借银行存款带主营业务收入六千万 截准成本时 借记主营业务成本带开发产品四千二百万 开发产品是房地产开发业用的 相当于一般制造业的库存商品 所以同样这是确认收入 截准以出商品成本的事情 要求判断假公司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 如果假公司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编制更正假公司21年度财务报表的会计分路 说不正确编制分路 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 如果房子在市场上卖 确认收入应该是八千万 但你实际收到的只有六千 差那两千应该反映到长期待贪费里去 按照五年来贪销 但是21年只有半年时间 你只能是贪半年的 我们看答案 会计处理不正确 理由呢就是说低价把房子卖给职工 要求职工提供一定的服务年限 那现在就应该把市价和出售给职工售价的这个差 反映到长期待贪费 在低职工提供服务的年限期间 平均进行探销 应该这样来进行处理 所以我们正常的本来是主营业务收入有八千 结果他六千 那你给补上两千 这两千接到长期待贪费 那借记长期待贪费费费费主营业务收入两千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两千的摊销呢 是按照五年来摊销 但是在21年的只有半年时间 因为6月30号这个时刻才算的 那我们21年借记管理费用 贷应付职工薪收二百 然后再做借应付职工薪收 贷长期贷费费用二百 同样要通过应付职工薪收来核算 我们下面看21年的考题 资料3里面的第四个问题 20年12月 A公司以五百万元的价格购入一套公寓 并以四百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总部某管理人员 受房协议约定 该管理人员在取得公寓后 必须在A公司服务三年 如提前离开 则应退回部分差价 20年12月 A公司将上述公寓购买价格 与出售给该管理人员的价格之间的差额 一百万元作为资产处置损失 进入当期损益 这是一个非公民福利 那这个处理肯定是不合适的 你应该是把差额进入长期贷贷费用 在激励人员管理人员提供服务的期间 分期进入损益才是对的呀 要求 假定不考虑其他条件 指出A公司的会计处理是否存在不当之处 如果存在不当之处 提出恰当的处理意见 不考虑相关税费或地盐所得费的影响 那就说这个是存在不当之处 那处理意见 A公司在出售公寓给该管理人员时 应将公寓的供饮价值五百万元 与其内部售价四百万元之间的差额 一百万元计入长期贷贷费用 在售房协议约定 该管理人员购得公寓后 应提供服务的年限三年内平均贪销 计入当期损益 这是应该怎么去做 你就说正确的做法就可以 这是这个题目 第三节离职后福利的确认与计量 涉及设定提存计划 设定受益计划 我们先说设定提存计划 在我们国家目前当然设定提存计划 是非常多的 也有的很少的企业用设定受益计划 我们提存向独立的基金 交存固定费用之后 那企业就不管了 如果设定受益计划就不一样 提的时候 借给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信筹 然后你借应付职工信筹 带其他应付款 然后下月交到相关机构 是在充填其他应付款 第二设定受益计划 就是说设定提存计划 以外的离职后福利计划 那设定提存计划下 风险由职工来承担 企业把这部分钱交给特定的机构 我们不管了 特定机构运作 亏了赚了 那都是与职工相关 风险称职工承担 设定受益计划就不一样了 那这一部分说 职工退休之后 你要按照一定的方式 只要职工还在这个世界上 就要付钱 那风险由企业来承担 我们大致注意一下 就是设定受益计划 什么样的情况下 即当期损益 什么样的情况下 即其他通过受益 计入当期损益计划 包括的 涉及服务成本 那服务成本 有当期服务成本 有过去服务成本 结算利得损失 另外设定受益计划 净负债或经资产的利息 只要是利息 那我们都是把它 记录当期损益 有时也谈记录当期成本费益 那第二个 记录其他分额收益的金额 包括什么 只要精算相关的这一部分 和精算利得损失 其他存额收益 还有计划资产回报 资产上限影响的变动 但是这两个 都是要把利息给扣了 因为不管什么样情况下 涉及的利息 都不会寄到 其他综合收益了 全都是计当期损益 第四节 辞退福利的 确认与计量 那辞退福利 就职工的劳动 合同到期之间 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了 那就是属于辞退 有时鼓励职工资产 接受裁减 给予职工补偿 这都属于辞退福利 那对于辞退福利 我们在会计处理的时候 就是计当期的管理费用 他并不按照授予对象来分 不能按授予对象来分 是想要把生产车间的 职工给辞退了 那你往产品成本里寄 显然不合适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 表明承担重组义务 说你承担重组义务了 参访费用力寄 说有详细正式的重组计划 这个叫有 第二呢 该重组计划已经对了公告 这个时刻 才涉及确认计量的问题 那我们确认计量是借记管理费用 带营部职工薪酬 寄到辞退的当期 如果这一部分辞退福利支付 在12月之内不用折线 超过12个月的 那是要进行折线 那下面我们看提示 说对于企业实施的职工内部退休计划 就职工有内退的问题 那我一个同学 因为当地规定 他是触及干部 说你57岁就内退 工资按一定方式来付 然后到60的时候正式办退休 那现在就涉及到57到60对待期间 那你比照辞退来进行处理呗 那说是不是57到60 以后发工资的时候 再往什么费用里寄 那不行 我们应该都是一次性的 比如57岁辞退的当期 寄入到管理费用里去 虽然钱后面付 但是我们把这一部分应该是 要折线 寄入到管理费用 所以如果 别的一些情形也是一样 就是辞退了 付的这一部分钱 后面付 不是说什么时候付 什么时候往管理费用里寄 而是辞退当期就寄 把未来负担一定的折线率折线 来确认计量 这是注意的问题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确认计量 一般了解 我们这一节要知道短期间中确认计量 大致知道一下离职后福利的确认计量 辞退福利 知道往管理费用里寄 然后必须是说 符合条件的情况之下 才可以确认计量 好这一章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